如果你是為了想要使用5G而去辦iPhone 12的話 我個人是完完全全不建議你 因為目前還存在了這個狀況 但是呢 既然我都把它改成完全只收4G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辦5G的費率啊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蘋果要控制iPhone 12 與MagSafe充電的熱量 所以它在最佳化充電斷電的時候會非常的頻繁 嘿大家好 我是阿咖 那前一陣子其實玩了蠻多iPhone 12的相關影片 不管是4支的iPhone 12都一起買來開箱 那除了開箱以外 iPhone 12到現在也大概賣了快一個月了吧 每一支型號iPhone 12 mini、iPhone 12、iPhone 12 Pro 甚至iPhone 12 Pro Max 我都有做完整的一週心得分享 那如果你之前是還沒看過開箱以及心得分享的影片的 我就把每支影片的連結放在下方留言處 那可以先去看看再來看這支影片啦 所以以這支影片來講 大家看到的標題應該都知道了 就是要跟大家聊聊這一個月以來 所有的iPhone 12我碰到的缺點大概有哪些 那當然也不只我碰到的缺點啦 有一些是很多觀眾一起私訊我的 或者是各大論壇都有討論到的災情 這支影片呢就來完整的跟大家分享 不過其實客觀來講 這些東西呢 應該都是跟iOS本身是有關係的 並不會是完整的硬體缺失 所以如果你本身你是已經有購買的 甚至你還沒購買的人 大致上應該過一段時間 蘋果更新之後呢 應該這些問題都會得到解決啦 好啦 首先呢 第一個跟大家聊到的 壯大災情以及問題呢 就是5G的問題啊 如果你是還沒買iPhone 12的人 還有以及你是想要為了5G去買iPhone 12的人 真的要好好考慮一下 我是真的不建議你因為5G而去買iPhone 12 當然對於少數的人來說是還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家裡本身你是住在一些比較市區啊 或者說你的工作 你常常的生活範圍 你一天大概至少有個12到15小時 都是處於5G收訊沒有問題的地方 這個可能要你住在很市中心才有辦法啦 不然我相信多半的人應該都跟我一樣 那以我來講 我在家裡的5G收訊是蠻斷斷續續的 特別是在現在拍攝的地方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5G的訊號的 那但是很奇妙的是 如果我在我家裡的客廳 或者說在頂樓的地方 某些時候我還是可以收到5G的訊號的 這會帶來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覺得這跟iOS本身在辨識可能也有一點關係 就是它在4G 5G切換的時候 你的收訊你的網路速度都會受到影響 特別是有時候明明看到是4G的訊號了 我發個圖片出去 竟然它要跑得非常的久 那你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呢 通常就是要開個飛航 然後甚至你要重置你的網路設定 才可以把你失去的網路速度找回來 我一開始很納悶說 奇怪我不是升到5G的費率了嗎 為什麼我的網路速度還是這麼的慢 但是我注意到它是因為在切換4G跟5G訊號的時候 才會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後來我在家裡我本身訊號不穩定的時候 我就會改成完全只使用4G 但是呢既然我都把它改成完全只收4G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辦5G的費率啊 所以就回歸到一開始跟大家講到的 如果你是為了想要使用5G而去辦iPhone12的話 我個人是完完全全不建議你喔 因為目前還存在了這個狀況 我覺得解法其實也很簡單啊 就是等到台灣的5G收訊機器台比較密集了 你的手機在收訊 不管是4G 5G的切換 比較不會那麼的頻繁 當然就不會發生這個問題嘛 不然其實我們客觀來講5G的收訊5G的網路速度 真的是有感覺到比較快喔 你整體在傳圖片看影片傳影片 或者是玩遊戲通訊等等的 都有感覺到一個不錯的提升 我不知道是不是iPhone12的問題啦 如果你本身你是有用其他Android手機 那你也是有辦5G支費 我也希望各位觀眾可以留言一起反饋喔 看看是不是這個問題在Android手機上面也會產生 那如果是就代表是台灣的5G基地台 它的密集度還需要再加強 那如果不是 可能就真的是iPhone12它本身 或是蘋果它的iOS 在判定5G收訊上面 的確是存在問題的喔 好啦 第二點是關於充電喔 首先我們講到充電呢 就先來講這兩天所遇到一個重大狀況 就是有些人在更新iOS14.2之後 會發生電量莫名的噴喔 啊 不過我現在是14.2.1啊 我是沒有遇到這個狀況的 不過其實這個也就還好 因為畢竟它就是iOS14.2所造成的問題嘛 等到未來更新之後呢 就不會這個狀況了 所以應該也不算真正的災情啦 那我要聊的是iPhone的最佳化充電功能喔 那以最佳化充電功能來講喔 大致上就是你在使用手機的時候啊 如果手機的溫度是比較高的 而且你又在邊充電的情況下 大致上iPhone只會給你控制 在充電到80%就停止喔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蘋果要控制 iPhone12與MagSafe充電的熱量喔 因為其實有蠻多人在分享 它使用MagSafe的時候 會有過熱的情況嘛 所以它在最佳化充電 斷電的時候會非常的頻繁 那我本身是沒有遇到 MagSafe過熱的問題啦 可能因為我充電的環境 都算是比較低溫溫度比較OK的 但是呢 這個最佳化充電真的蠻困擾我的喔 不知道大家是有沒有一起遇到啦 反正呢 就是它斷電的時候會非常的頻繁 甚至我覺得有時候手機只是插著電 非常輕度的使用 那個溫度呢也不是特別的高 就是一點微微的溫溫的而已 在我過去使用iPhone11 Pro的時候 它是不會有任何的斷電的 還是會繼續讓我充電喔 可是在iPhone12系列的時候 就給我直接斷電不充電啦 所以這時候呢 其實我是感到有點困擾的 特別是所有的iPhone12系列 它的電池容量也是更比不上過去的iPhone11系列嘛 我不知道大家是有沒有遇到這個情況啦 我個人是覺得蠻不滿意的 所以就導致說有時候 我就要把那個電池最佳化充電給關掉 我才能順利的補電 回顧中來講 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也是iOS所造成的 因為它真的很怕你電池過熱 再加上它電池本身的容量也是比較小的 所以它在控制電池健康上面是非常敏感的喔 那這個問題當然還是多觀察幾個iOS的版本 再來看看 希望未來會有比較好的改進喔 那再來第三個也是很多觀眾一直在反應給我的 就是螢幕偏黃的問題 其實這個跟你本身在看螢幕的色調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本身已經看習慣冷色調的螢幕啊 你就會覺得iPhone12它整體的螢幕顏色是偏黃的喔 因為iPhone12就是想要保護你的眼睛嘛 所以它的螢幕採用的是暖色調 特別是在你過去使用iPhone12的時候 你有開原彩你有開夜覽 就會更加的明顯 所以其實你認真要講 並不是它本身的螢幕礦管有問題 而是iPhone它本身就判定說要顯示這個螢幕給你看喔 那其實解決方法大概就幾個啦 第一個呢就是把夜覽給關閉喔 就是就到iOS本身的設定 螢幕顯示亮度 夜覽 你就可以把它直接關閉了 那當然剛才有提到一個原彩嘛 原彩這個功能呢 一樣在螢幕顯示亮度裡面可以關掉 如果你覺得這兩個做法都還沒辦法幫你解決螢幕偏黃的這個問題喔 再來就是自己去手動調色溫啦 進到輔助使用 顯示文字大小 再選顏色濾鏡喔 下面的色調、彩度跟色相都是你自己去調整的 調整到你自己喜歡的那個色調就可以了 不過呢還是回到一開始講到的 因為基本上你會反映螢幕比較偏黃的 代表說你可能是比較習慣看那個冷色調的人嘛 如果你的眼睛是習慣看冷色調的東西啊 你自然而然會比較容易感到疲勞 那可能你就要再回去打開原彩等等這些東西啦 那再來最後一個就是對焦喔 這會發生在iPhone 12 Pro Max上面 而且我也必須跟大家說啊 這個東西呢就百分之百確定是硬體上的問題了 因為iPhone 12 Pro Max它的感光元件就是比較大嘛 所以它自動對焦距離就是會比較遠一點 如果你本身你在當網美 你可能很習慣你拿起手機 你就要拍很近的食物的時候 你拿其他型號的iPhone 12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是拿iPhone 12 Pro Max的話 你的距離可能就要比較往後一點 才能做到完整的對焦啊 啊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真的就是硬體上的限制 但是我覺得這個算是比較彌補的 因為你雖然犧牲了這個最短的對焦距離 可是iPhone 12 Pro Max它的望遠鏡頭可以拍到更長焦段的東西嘛 再加上它的感光元件也是比較大 本身的OS防手震也是比較好 真的就是一來一往的差別啦 好啦今天跟大家聊這四種我所使用iPhone 12遇到的災情 其中前三項我覺得真的是iOS有更新之後 可能就會得到改善的 特別是第二點跟第三點 但是我覺得第一點喔 可能的最佳解法還是等到台灣的5G基地台比較密集了 才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完整的解決方案啦 所以呢還是那個結論 如果你真的是為了5G才去辦iPhone 12的人 我覺得你要好好的思考清楚 當然如果你本身你所在的地區是5G收訊非常好 或者說你就是想要辦來體驗玩玩看 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啊這次我覺得兩種族群可以為了5G去辦iPhone 12的啦 好啦那最後來做個小調查喔 以上所提到的各種問題你有遇到嗎 或者說你有遇到更多其他奇怪的問題災情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囉 好啦那今天影片到現在這裡了喔 如果喜歡影片別忘了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